哈囉 我是陳寗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 是我自己愛用的開架粉餅 因為我想說最近天氣越來越有夏天的感覺了嘛 加上疫情的緣故 現在大家進出公共場合 戴口罩的機率也是滿大的 所以應該很多人的底妝選擇 都會從粉底以轉變成粉餅這種產品 那我自己的膚質啊 剛好冬天是混合偏乾 夏天是混合偏油 所以這次的分享應該乾肌油肌都可以找到 適合自己的開架粉餅 那如果對這次的主題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去看下去吧 第一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FINI的反孔特務無瑕嫩粉餅 這一款我自己覺得 它尤其適合乾肌還有偏乾肌 然後這塊粉餅我大概用了 兩塊三塊了吧 我覺得算是少數開架粉餅中 乾肌也能夠使用的一款產品 那它的包裝是做這種全黑鏡面的材質 不過因為它是塑料殼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沾黏指紋這部分來說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整體來說質感中規中矩 男生在外面拿出來補妝 也不會覺得好像很害羞這樣子 至於耐露的表現我覺得非常不錯 粉質細緻綿密 上妝時可以很平順很好的去修飾 你的肌膚紋理還有毛孔 妝感也是比較微霧清透的效果 基本上我覺得用它畫出來的底妝 都不太會有厚粉假面的問題 但是遮加力表現 如果你只上一層的話 大概只能修是輕微的膚色不均 還有泛紅的問題 不過它是有辦法堆疊到中部的遮瑕程度 對於大部分來說應該都已經非常夠用了 如果你是有比較深的紅豆疤 或是斑點問題的人 我建議還是搭配遮瑕一起使用 不然你再怎麼堆疊 還是會透出淡淡的那個 斑點或是紅豆疤的顏色 然後前面有說它是比較適合乾肌偏乾肌的粉餅嘛 所以它的控油程度我覺得相對來說 比較沒有那麼好 如果你是追求底妝待機時間比較長的油肌的話 我會建議妝前搭配控油的產品一起使用 不然你就是直接跳過它 另外尋找你的蜜糖 下一款是ZA的妝自然無瑕粉餅EX 這是他們後來新出的升級版 好像主打更吃妝然後看暗沉 這款應該可以說是國民粉餅了吧 我前面廢話就不多說了 一樣先從它的包裝開始講 我覺得ZA他們家的粉餅包裝其實很值得好好的聊一下 我不知道現在在看影片的你們有沒有經歷過ZA他們前期的產品 那時候的粉餅包裝可以說是驚為天人 我覺得非常的精彩 有興趣的觀眾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然後隨著好幾年過去看到它的包裝有越來越符合大眾的审美 我是覺得蠻為他們開心的啦 就是這種日系的簡約清爽感 那內容的表現啊粉質VA真的是沒有話說 算是開架粉餅中數一數二的細緻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少看到有開架粉餅的粉質是可以贏過它的 然後也因為它的粉質非常細緻的原因啊 它在臉上妝感整體呈現出有點微霧奶油肌的效果 而且不太會有粉餅會出現的那一種厚粉感 至於自家程度我覺得大概有六七成左右 不會清透到什麼都遮不住 但也不是屬於非常遮瑕的粉餅 如果是膚色不均啊 或是輕微泛紅 我覺得它都是可以修飾的很不錯的 最後 過了這麼多年我終於把它拿出來分享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持妝度表現 我記得我從六七年前用這塊的時候 它的粉質啊 遮瑕度啊 或是毛孔修飾力啊 我自己認為表現都算蠻好的 但是它的暗沉狀況 跟它那時候的包裝一樣驚為天人 我記得我第一次用大概過了兩個小時吧 哇 那個臉 紅的跟關公一樣 而且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給它超過三次的機會吧 它每次都沒有讓我失望 就是臉一樣紅 所以後來我就直接把它丟掉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升級版出了之後 終於它不再暗沉了 雖然也不能說到完全不暗沉 可是它暗沉的那個狀況 就是一般開架粉餅 會有的那種輕微的程度 跟之前的筆真的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不過因為這塊粉餅啊 它沒有什麼控油的能力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比較適合乾肌 或是偏乾肌使用 偏油肌跟油肌 基本上你可以直接跳過 第三款如果你是訂閱我很久的觀眾 應該猜得到是哪一塊粉餅 就是Instagram的這個柔膠青透美肌粉餅 這一塊粉餅啊 我真的推爆我的輕盆好友 只要周遭有人問我說 我有沒有推薦的開架粉餅 我第一個推薦給他們的選擇都是這塊 而且這款我真的不誇張 從我第一次買它到現在 已經用超過十塊油了吧 一定有超過十塊 但是確切的數字我不清楚 包裝的部分我就快速分享 因為我自己沒有很喜歡先履其遠 所以我沒有買這一次的限定版包裝 不過他們之前的粉餅 我基本上都有收 像是基本款的紅色 還有小松菜奈的這個撞色款 跟過年那時候出的金色款 我都有買 那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塊啊 是他們去年出的升級版 就是後面有多加一個N 可能是因為我本來就是覺得好用的那一派 所以後來它升級之後 沒有變難用 所以我沒有特別感受到有哪裡不同 粉質一樣以開架來說是細緻的 然後妝感是蠻自然的 蠻符合它的品名 是那種柔膠的那種微霧妝感 而且我特別會推薦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遮瑕度算是蠻高的 如果你是搏擦一起的話 它大概就是中間的那種遮瑕程度吧 什麼膚色不均啊 飯桶啊 它都可以修飾掉 那如果你去重複堆疊它的話 我覺得它甚至是有辦法把一些 紅豆疤啊 或是比較淡的那一種斑點給遮住的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的用量沒有控制好的話 會比較容易有那種 厚粉面鋸感 最後持妝度的部分 我這個用了超過10塊的人可以跟你說 如果你跟我一樣 夏天是混合偏油 冬天是混合偏乾肌的話 基本上要戴妝8個小時 絕對沒有問題 除了夏天可能 鼻頭啊或是這種 兩頰的部分會稍微有一點泛油光 變成那種淡淡的奶油肌妝感之外 我在冬天 還沒有在外面拿它出來補妝過 當然除了是像什麼 一直戴著口罩講話啊 然後造成底妝磨擦的這種 外力因素的脫妝 不過乾肌如果你要使用的話 我會建議你的妝前保持要做好 足夠的打底在使用 不然它會有那種粉吃不進去皮膚的情形發生 而油肌的部分 我會建議你搭配控油的妝前一起使用 它的待機效果會比較好 不然如果你不介意外出就是要補妝的話 我覺得黏著隨身攜帶它補妝也是OK的 再來第四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Himi他們家的濕霧樓光粉餅 這款其實算是我自己私心推薦 畢竟它是一個MIT品牌嘛 我覺得以使用感出來來說 我覺得它的表現是 MIT品牌中出的粉餅 裡面算是前期名的 它的包裝是走這種嫩粉色細胞 度不會太高的裸粉色 雖然是塑料材質啊 但是它搭配這種霧面消光的處理 我覺得拿起來 或是看起來都不太會有廉價感 至於粉質的部分 不細緻但也不粗糙 我覺得稍微可惜的部分大概就是 它在修飾毛孔的能力沒有到很優秀 就是中規中矩這樣子 然後妝感就像它平民說的是那種絲絨霧光 不過我覺得在用量上需要控制拿捏好 不然容易會有粉感重的那種情況 遮瑕力可以堆移到中邊高的程度 基本上你的膚色不均啊 泛紅啊都可以修飾得很好 紅豆八或是比較淺的色斑 你要遮也是可以遮個八成左右啦 但是我還是建議搭配遮瑕一起做使用 我覺得妝感會比較漂亮 然後上妝的時間也可以縮短很多 那持妝力的表情啊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而且時間稍微拉長後 有輕微出油的話 它的整個妝效會變得有點 奶油肌奶油肌的感覺 但是就比較不建議乾肌或是偏乾肌使用 因為你上年應該很容易會有那種 斑駁卡粉的狀況發生 最後一款要來分享的是 Maybelline的無敵特務超持久粉餅 這一款真的是我意外愛上的一塊開架粉餅 我記得當初會買它 是因為它是那時候的新品 然後有觀眾問我說想要看這一塊粉餅的體妝實測 結果對於當時的我來說 這一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一樣先從它的包裝開始說 我覺得在外觀上 它應該不會是那種很吸引人的一款粉餅 就是很歐美開架系會有的那種塑料殼包裝 不過如果今天你是男生的話 我覺得它跟Fimi那款餅一樣 都是屬於拿出來不會讓人家覺得太可愛 太俏皮的那種風格 內容物的表現我有說嘛 就是它讓我蠻意外的 因為它是一款主打霧面控油的粉餅 其實我以為它的粉質會類似Himi那款一樣 是稍微有點粗粗的那種 結果沒想到比我想像中來的細緻很多 而且這塊我自己覺得偏油肌你一定會愛 因為我自己在這天氣就是混合偏油肌 我用那種蘑菇的粉底刷 輕輕刷這塊粉餅 臉上的油光也是一秒變霧面 再來遮瑕度的部分我也很滿意 如果你們有看我最之前那支 粉餅上妝手法的影片的話 用這個方式上妝可以達到快九成的遮瑕程度 除非你跟我以前一樣是那種爛臉 不然以大部分人臉上會出現的瑕疵來說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夠用 最後遮瑕度這一點我覺得它的表現也是優秀的 我自己在這天氣要戴妝八小時 完全沒有問題 那以上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開架粉餅分享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白雞 所以就是分享了產品的色選 應該都是可以滿足大多數人的 建議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親自到藥妝店試射看看 我也會把我自己使用的色號打在下面資訊欄 如果你跟我膚色是差不多的人可以點開來看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喜歡 然後這邊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